那个时候中国队的水平不差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属于亚洲一流 大家会问 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足球体系呢 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的 国家队 省队 省市队 在当时 中国足球啊 北京队 不错 辽宁队不错 山东队不错 河北队不错 上海队不错 广东队不错 这个俱乐部的就是省队啊 同时那个时候 我们的部队足球非常厉害 我们还有八一队 还有八一队 然后 你看怎么着 下表啊 看 体校 少体校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每个少体校里边都有足球队 每个体校里边基本上都有足球队 那个时候 哪怕是青海 青海足球 也曾经打进过 全运会足球的八强 啊 甘肃 也有不错的足球 这个时候 中国足球 是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每个省市 都有少体校 少体校里都有足球队 然后呢 上面 有 呃 省队 呃 部队队啊 为主的啊 那个时候下面是体校 这样的一个一个结构 所以呢 那个时候中国足球 这个体校啊 他都有足球队 所以还有一个基础的 一个人才培养的体系 其实我们84年啊 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 84年 我们又一次拿的亚军 我们在决赛里边 是输给了沙特 但是 我们确实是打进了 亚洲杯的决赛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尼赫鲁金杯的比赛当中啊 虽然是邀请赛 但是我们当时 真的是1比0 赢了阿根廷队 那是一个正牌的阿根廷国家队 除了没有马拉多纳之外 那支队伍 就是86年阿根廷拿世界杯冠军的 那支队伍的班底 88年啊 我们在亚洲杯上 又进四强了 这说明什么呢 中国足球仍然保持着在亚洲 比较 强的竞争力 对不对 好 中国队一直围着世界杯 这个边打转转 你看我们都是进六强 我们进四强 我们就围着这个打转转 然后我们亚洲杯总是进四强 我们就是不进世界杯 着急啊 所以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干了一件事 九二年 知道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吗 职业化改革 我们说要搞职业化 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必须要把这个话题 稍微插开一点 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只获得了五枚金牌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始料未及的 所以当时的中国体育回来以后 痛定思痛制定了一个金牌战略 什么叫金牌战略 就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 很有希望拿冠军的 拿金牌的那些项目上 于是 就现在那几支梦制队 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 奠定了他们在 人员 财力 物力 各方面的这种优势 而像足球这样的 也拿不了冠军 人还特别多 占的经费还特别的大 怎么办 其实就想砍 很多体肖 很多体肖在那个时候 就开始 很多体肖在那个时候 把足球 就砍掉了 为什么呢 砍掉足球剩下的钱 用在那些优势项目上 这个时候足球 就不招人待见了 在体系内足球就已经不招人待见了 开始 往边上 靠了 到了92年的时候 这个中间啊 中国足球就各种想招 反正就各种想招 决定干什么 搞职业化 这个时候呢 一拍即合 上面也想让我们搞职业化 然后中国足球也想搞职业化 于是开始搞职业化了 但注意啊 现在我来看 中国足球真正的危险 问题 就从这儿 开始了 体效逐渐的没足球了 我们中国足球 开始一点一点的 失掉了 这种 持续的 稳定的 后援 没有人了 然后我告诉你 最后一批 是谁 2005年的 世青赛的那支 打进八强的队伍 我跟你们说 2005年的那支 世青赛的队伍 就是最后一批 从体效里边 就是他们基础 在体效里打的啊 慢慢 慢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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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过渡期 这个体效还有 然后慢慢在 在衰减 但是还是给我们留下了 这么一堆人 而且 冯潇婷 黄波文 浩军 现在还在呢 高林 周海斌 赵旭日 这批人 于海 于海现在还在踢 就这批人 之后 体效 对中国足球 就没有贡献了 因为体效里没足球了 懂了吗 这个时候 中国足球就靠什么呢 就靠足球学校了 中国足球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已经彻底没有了根基 彻底没有了根基 就这样 所以现在的中国足球是什么呀 底下 没有根基 上半 拼命要成绩 你们觉得这能 有个好结果吗 它不可能啊 体效为什么就不能培养人呢 按得好 网上送吧 来 家长 准备好钱 我开始收钱了 一级一级的教练员会收钱 为什么呀 因为教练员也很穷 他也挣不着钱 他不从孩子身上挣钱 他从哪儿挣钱呢 于是中国足球就越来越乱 越来越黑 越来越没有希望 没有 没有 是它没有 是它没有